没准备好对朝动武 特朗普会是毁灭性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 若美国采取军事选择应付朝鲜威胁 它将是毁灭性的 他说已完全准备好军事选择 但它不是首选 但表示若我们需要使用它 我们就会使用 朝鲜外长周一声称 特朗普最近对朝鲜的威胁声明是悬战 朝鲜有权击落美国战机 特朗普与到访的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举行联席记者会时 被问到这番言论时称 朝鲜领袖的表现非常差 他归咎先前的美国总统没有处理朝鲜威胁 并宣称 我将会解决这个乱局 他表示 现在是所有国家联手孤立朝鲜威胁的时候 他说 所有国家现实都必须为朝鲜无核化采取行动 他再次赞扬中国拒报中断与朝鲜的银行业务关系 美国政府周二一宣布对朝鲜一些银行实施新制裁 另外 特朗普也促请欧盟追随美国做法 向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暴虐政权实施制裁 他说 希望欧盟的朋友会在短期内追随美国 加拿大及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做法 制裁马杜罗政权 在该的暴虐社会主义政权之下 人民正忍受严重饥饿 痛苦 危险及政治动乱 他也谈到上周日举行的加泰罗尼亚被禁了独立公投 声称加泰罗尼亚人脱离西班牙愚蠢 呼吁该国维持统一